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台长跟大家继续讲白化佛法 我们经常说 一个人一念心清静 莲花楚楚开 你不管在哪里 你只要把眼睛闭起来 坐在那里 这个就是你一个空间 你就会离开人间的烦恼 你就会离开很多人的各种各样的眼光 说话 烦恼 实际上你的心念是最重要的 我们说学佛人老老实实 其实是展现自我的最好方式 因为你老老实实的 坐有坐向 站有站向 实际上 你已经给别人看到了 你的一种修养 所以很多人 会把自己的财富外露 觉得他很有钱 有的人 会把他的精神财富外露 感觉他很有智慧 实际上 这些都是外观 我们真正的 是一切处无心事尽 不管在哪里 你没有心 你就是干净 得尽之时 不得坐尽下 就是你今天安静了 你都不能去想 哦 我现在很安静 得尽之时 不得坐尽下 就是你得到干净的时候 你也不得去坐 哦 我现在很干净 你已经不干净了 你干净的人 用不着看到自己干净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明无尽 啊 对不对啊 立无尽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啊 任何时候 你都可以 啊 用自己的本性 来做干净想 所以我们经常说 啊 一个人在人间 起见身心啊 因为看到了 你就会产生心里的一种 执着心 分别执着 那么你就会 情成烦恼 啊 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当你 啊 心里 有 情 和灰尘 你就会有烦恼 你得不到的东西想得 你就是 有欲望 你分别了 你执着了 因为我一定要得到它 所以要修心修到一念不生之处 即使本来面目 一念不生之处 即使本来面目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要无念了 我们没有一个念头能生出来的 那你没有念头 你不就是佛吗 你不就是佛心吗 所以我们 在人间 不管 处在 何种 人间的苦难当中 啊 我们 不管 这个世界 如何的 啊 变化 我们 要念念 无念 抵制诱惑 心如止水 心不妄动 心不妄想 所以 你就会有效的将痛苦远离你 否则 你就会痛苦 缠身 大家想一想 人生究竟有多长 啊 人生 生命 实际上就在一念之间的 想通了 很多人就活下来了 想不通 很多人就自杀了 所以很多人不就是这么 让自己 出在一个生死关头 所以台上跟大家 经常讲 我们做人 不要恨 恨到后来 会把你的善 会灭掉的 所以 学佛人真正的修养 是什么 是心田的善 心田里有善 你就会 有善的种子 所以 佛界里面经常讲一句话叫 佛向信中 做 莫向身外求 学佛是你的本性当中的东西 你学学学 学了外表有什么用啊 你身外去求什么佛呢 所以 自信迷就是众生 自觉 自信觉 就是佛呀 你如果今天 心里还有很多慈悲心 你看见别人还很 这个这个可怜 那你不就是 观音吗 所以我 告诉大家 慈悲就是观音 观世音 菩萨就是大慈大悲 所以我们 要用自己的心 做一个土壤 好好的去跟踪你的 慈悲和善良 好好的去 选择 一个人间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 一个念头 就是一个种子啊 你一个恶种啊 慢慢的 生根开花 开的是 杂七八八的花 你就 慢慢的越长越多 杂草重生 如果你的心 念头 是一颗善种 那你 心就像一个花园了 就鲜花满园了 所以很多人说 跟着师谱要学婆 要成婆 要向上 实际上向上 就是向善了 你怎么样越修越好 你们知道吗 要想修得好 你就要向上啊 向上是什么 就是向善啊 如果一个人 不能心向善 你怎么能够成佛呀 所以 成佛不是一句空话了 佛者我们说绝也啊 绝物啊 你只要存在 这个世界上 你就必须给别人 带来快乐 如果你今天 很自私的活着 你就是没给别人 带来快乐 你就是个自私人 所以跟踪你的心啊 啊 用你的自心的正能量 传递着菩萨的 无从无尽的能量 啊 时刻在平时生活当中 保持自己一颗觉悟的心 活在当下呀 我们活得要心安理得呀 今生 不就是给我们一个考验吗 今生不就是给我们一个 再学习的机会吗 我们掌握好 我们掌握好 人心 就是掌握好自己的佛心 我们控制好自己的 人心 就是控制好自己的佛心 啊 学一学 即善行德 学一学 怎么样 跟别人 不去比较 所以菩萨经常讲 命有己造 相有心生啊 世界万物 即是画像啊 你的心不动 万物怎么会动呢 你的心不变 万物 怎么会变呢 所以 佛告诉我们 对人间的一切烦恼 笑着去面对 不要去埋怨 随心 随性 随缘 我们一生 要改变的 就是自己的念 就是自己 的恶习 我们要 在刹那间 拥抱着永恒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学 菩提本无数 明镜 亦非台 这世界 这世界本来就无异物 你何处惹 惹 惹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哪有不被人讲的 好好的了解自己的心 好好的让自己的心明白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怎么样在 有生之年 给人间做一个榜样 学着 我们伟大的佛陀 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让我们在人间 就走出一条佛道出来 好听众朋友们 今天时间关系的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的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我们下次节目 再跟大家继续讲 白话佛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